哈囉大家好,我是真之茂 現在的新風之谷 基本上200等前都是新手教學 到了200等之後才算是真正的體驗遊戲 角色也會在200等之後 因為各種系統的加成下數字越來越大 但是反過來說,想要角色強大 每個系統都要去使用 才能從中獲得能力來提升傷害 200等之後的世界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兩項系統 分別是無轉的核心系統 和提供許多能力值的秘法系統 所以今天的回國指南 要來詳細介紹一下這兩項系統 核心系統 核心系統 類似可以客製化的技能系統 可以隨著當下的需求來更換技能 上面這個區域 是角色目前可以裝備的核心數量 200等之後,每5等會多開啟一格 可以透過花費封閉 來超前開啟兩格 但是達到開啟格子的等級後 並不會多開啟一格 但是可以再花封閉 再多開啟一格 下面這個區域 是目前所擁有的全部核心 可以在非戰鬥狀態下進行更換 但是在冷卻期間的核心 是無法進行更換的 而核心上面的星星標誌 是代表核心六等級 1等到10等有一顆星 11等到20等有兩顆星 而11到25等有三顆星 但是只有辨識的用途 右邊這個區域 是對指定核心的說明 並且下方的核位強化 和矩陣點數 可以提升核心核位 提升核心核位 與提升核心等級 是不一樣的 核心核位的加成 是看裝在上面的核心而有變化的 核心核位上面裝技能核心 那個技能就會有額外的增強 裝上強化核心也是相同的概念 被核心核位強化的技能 在等級上面 會以括號來表示 例如30括號加5 角色每增加一等 提升核心核位的點數就會增加一點 而每個核位 最多強化5次 核心種類 核心一般分為4種 分別是強化核心 技能核心 特殊核心 和經驗核心 強化核心 上面會寫著3個超技能之前的技能 只要裝備強化核心 就可以讓核心上面的3個技能 提升最終傷害 核心等級越高 提升的傷害越多 單顆核心最高可以到達25等 每個技能可以強化到50等 也就是兩個滿等的強化核心 可以完成 另外 開頭技能相同的強化核心 是無法同時裝備上去的 例如ABC核心 和ACB 或是ADE 這種開頭都是A的強化核心 是無法同時裝備的 不過ABC 和CBA 或是BAC 這種技能相同 開頭不同的核心 是可以同時裝備的 技能核心 上面會只有一個技能的圖示 只要裝備上去 就可以使用這個技能 技能核心 基本上有分為職業專屬技能 職業群專用技能 角色種族技能 還有群職業共同技能等等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來擺放所要使用的技能核心 舉個例子 在攻略BOSS的時候 如果隊伍中 沒有攻擊的時候 可以施放霍心之眼之類的技能 就可以考慮裝備實用的霍心之眼技能核心 藉此增加暴擊率和暴擊傷害 在令人的時候 消敬可能的提高獲得經驗值的倍率 就可以考慮裝備實用的祈禱 來增加經驗值獲得量和掉寶率 一些職業對向上位移比較有難度的時候 可以裝備連結繩索 來增加角色的機動性 但是這類型的通用技能 不會比原版的強 而且只能對自己施放 所以如果隊伍中 有可以施放這些技能的隊友 就可以裝備其他的核心 畢竟核心的格子有限 技能核心 最高等級25等 同一個技能的核心 只能裝備一顆 要提升等級 必須不斷的升級同一顆才行 特殊核心 相較其他核心 有比較特殊的外觀 而且只能存放7天 裝備後需要達成條件才可以觸發 有的攻擊一定次數 會提升Boss傷害 有的受到一定攻擊次數 可以增加經驗值 只要觸發的時候 角色頭上會出現一個大大的V字圖示 個人是沒有在使用 一方面有期限 另一方面沒有太多的核心欄位可以放 要記者在消失前就要分解掉 不然會損失50個V核心碎片 到最後一天再分解 碎片數量也不會改變 經驗核心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肥料的概念 可以用於升級所有核心 一顆經驗核心 可以提供3顆核心的經驗值 但是無法直接裝備 使用在技能核心的CP值最高 只能透過開啟經驗的核心寶石獲得 特殊核心和經驗核心 都是無法進行等級提升的 也沒有需要提升 獲得核心 要獲得核心 就必須開啟核心寶石才能夠獲得 以目前的遊戲來說 核心寶石有分為3種 分別是 核心寶石 簡稱藍核心 開啟後 可以獲得該職業能夠使用的隨機核心一顆 可以透過奧術之河所有的怪物機率掉落獲得 不過BOSS應該是不會掉啦 也可以參加許多的活動 活動NB兌換 無名村美洲 陷阱寶箱等等 許多的方式來獲得 幾乎在培養角色 體驗遊戲的時候 就會慢慢的累積核心了 核心系統從沒有用到最好 最少也需要幾千顆的核心寶石 不過 玩家200等之後 都會使用到核心系統 也可以在遊玩期間的各種方式 來獲得核心寶石 可以直接花錢一次買一大堆 或是慢慢培養角色的期間 逐漸的提升核心等級 禁止世界的核心寶石 簡稱紅核心 開啟後 可以獲得每個職業都可以使用的 自助之進的技能核心 限制使用等級為235等以上 只能透過擊敗困難維爾後 必定掉落一顆 紅核心可以進行交易 所以當中高段的玩家 已經強化完畢的時候 紅核心整體數量就會提升 價格也會跟著下降 現在大約已經壓到2-3顆藍核心的價格了 自助之進 無論是打王或是練功 效果都還算不錯 而且技能特效也很帥 在能更團打困難維爾之前 可以直接購買紅核心來提升 或是直接使用經驗核心 經驗的核心寶石 簡稱綠核心 開啟後 可以獲得凝聚的經驗的經驗核心 目前打怪無法取得 只能透過各式活動來獲得 在活動兌換來說 CP值還算可以 可以用於提升所有的核心 包含剛剛說的紅核心也可以使用 直接提供3顆核心的經驗量 以提升技能核心的CP值最高 核心加工 要對核心進行加工 需要透過奧蘇之河村莊的V核心大師 點擊核心右鍵就可以進行升級或是分解 升級一顆核心 需要立刻同種類的核心才行 例如 要升級實用的祈禱 就需要立刻實用的祈禱核心才可以 要升級一顆強化核心 只需要第一個技能相同的強化核心就可以了 例如 技能ABC的強化核心 可以使用ABD或是ACE 這種開頭式A的強化核心都可以 分解核心 只需要透過右鍵點擊該核心 或是介面右邊可以選擇一次分解多顆核心 但是要注意 不要分解到刻引用或是正在升級的核心 所以確認分解前 稍微算一下V核心碎片數量是否正確 只要有升級過的核心 分解出來的V核心碎片數量是會提升的 各種類核心一等的時候 強化核心只會分解出10個 技能核心可以分解出40個 特殊核心則是50個 製作核心 可以透過消耗V核心碎片 來合成指定的核心 合成強化核心需要消耗70個碎片 開頭技能可以指定 但是後面兩個技能是隨機的 合成技能核心則是消耗140個碎片 特殊核心則是250個 製作出來的還是會有期限 強化核心強化到滿等的所需數量 比技能核心還要多 不過可以強化的核心種類也比較多 所以要進行分解前 最好確認一下自己玩的職業 使用哪樣子的強化核心 效益會最高 一個職業最高效益的強化核心 一般稱為完美核心 只是這部分 要稍微自己推算一下 先把那些核心給挑出來 再把多餘的核心給分解掉 撰取碎片 另外 假設ABC是完美核心 可以先將ABD進行強化來使用 等到開到ABC後 再將ABD用給ABC強化 這樣不會有經驗的懲罰 又能暫時強化角色 秘法系統 到了200等之後 出了一個可以大幅影響傷害的秘法系統 秘法 又稱ARC 雖然是少數有錢 也不太難加快速度 但是可以提升非常多傷害的系統 目前大多數的玩家 都在奧術之河裡面 也是現在主要的練功地點 而奧術之河裡面的怪物 都會有ARC的限制 當自身的ARC 小而怪物的ARC的時候 玩家攻擊怪物 造成的傷害會被減少 怪物攻擊玩家 受到的傷害則會增加 但是 當自身的ARC 帶著怪物的ARC的時候 玩家攻擊怪物 只會增加傷害 這也是為什麼 裝備備用很好 也可以秒怪的原因之一 而怪物攻擊玩家 也只能造成一點傷害 甚至只會扣一滴血 當然 最大生命比的攻擊 還是不會被減傷 ARC不單單只會影響增減傷 本身也會提供大量的屬性 一顆一等的ARC 可以提供300點的屬性 一顆滿等的ARC 就可以提供2200點的屬性 六顆滿等的話 總共就能提供13200點屬性了 奧蘇之河裡 總共有六種ARC 分別可以在 200等 210等 220等 225等 230等 和235等獲得 每個階段集完主線任務後 就可以獲得第一顆ARC 之後可以透過各存裝的每日任務 來獲得其他的ARC 來進行升級 每個地區的每日任務 都有所不同 單純打怪 組隊挑戰 打層數 人類任務等等 或是可以透過大多數的活動兌換 選擇ARC兌換券 基本上會連同兌換核心一起出 而且多數是收集硬幣兌換的活動 並且選擇ARC 可以選擇指定區域的ARC 機動性比較不佳的職業 可以選擇阿爾卡納的 攻擊力比較不高的 可以考慮夢都的 如果還沒開到這兩區的話 可以考慮五名村的 畢竟 啾啾倒每日給的ARC很多 而且經驗值也算不錯 只要每天花些時間打每日任務 就可以慢慢的提升角色的攻擊力 隨著每日任務的變多 前面區域的每日任務 也會減少所需的次數 可以稍微減少每天的負擔 只要將祕法點兩下之後 就可以提升裝在身上的祕法 當然祕法所需數量滿的時候 就可以消耗封閉進行升級 每升級一等 就可以提供100點的屬性 和10點的ARC 整個弄下來可以提升很多的攻擊力 另外 如果擔心現在玩的角色 並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角色 之後可能會更換職業的話 戰地聯盟商店裡面 有一項道具叫做祕法觸眉 可以將已經提升過的ARC轉移給分身 但是並不是無損傳送 必須消耗總祕法量的20%才可以進行傳送 舉個例子 一個滿等的ARC 需要2679克祕法 加滿等的ARC 從祕法觸眉取出來後 會剩下2143顆祕法的ARC 並且回到一等 需要重新花費封閉 就可以提升到18等 也是因為祕法觸眉 讓一些已經滿ARC的玩家 繼續農第二顆ARC 一方面可以傳給分身使用 雖然會減少一定的量 但是可以方便分身度過ARC不夠的期間 另一方面 如果未來ARC的上限等級提升的話 就可以在開啟後 直接提升上去 兩顆已經提升過的ARC 是可以互持的 而且不會有懲罰的經驗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分享出去 讓你的朋友知道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